家中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平常最烦恼的事情一定就是午餐和乐 该带什么呢 有些菜凉了不好吃 有些菜小朋友又不爱吃 真的很伤脑筋耶 别担心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两道菜 小朋友一定喜欢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一个是三角玉饭团 另外一个是蔬菜煎饼 对于不喜欢吃蔬菜的小朋友呢 还可以偷偷把蔬菜放在里面哦 太好了 而且还可以多做几个哦 让爸爸妈妈也带去上班 真是一举数得 就让我们赶快进厨房动手吧 Go 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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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